全油管最快新闻 杭州警方通报称 晴朗寒假作业丢巴黎 事件细策划编造 涉案两人编造视频故事 制作并散播受到行政处罚 警示自媒体制造信息陷阱 公正监管不容忽视 今年春节炒作事件 警方证实晴朗为丢作业 自媒体频频造假 公众信任遭受打击 管理部门应严厉打击 网络平台提高核实能力 共同守护社会的真善美 真实内容才能赢得长久流量 造假必须被杀住 自媒体必须民息底线 不可以损害社会信任为代价 获取流量 订阅新闻急速的 最先知小天下事